你 行 大概我都清楚了 我们以后联系 谢谢啊 没关系 非常感谢 再见 再见 这么快啊 你那手机我还得再用过 这两天归你用 那都用不着 帮我把家里网络开通就行 Frank 刚才打电话 已经开通了 谢谢 Frank 欢迎先生 你来我很兴奋 是高兴吗 不能是兴奋 这中文还是不太好 我说兴奋 好的 好的 晚安 听到你声音真好 要注意身体 我要你健健康康地回来 晚安 来 手机还你 嗯 找到去一趟中国厂房没吗 哎呦 你还去呀 不困呢 到时差就得熬着 去那儿见个人 那儿见个人 那儿见个人 放心 不耽误你们俩约会 帮我扔在地铁口 一会儿我自个儿回去 来 夹钥匙给你 你的呢 找不着了 就跟不是你家似的 离开那会儿就当不是了 哎 现在是的 一半 一半吧 你这个人跟谁都算那么清楚啊 是啊 可人都往里算 你干吗往外算呀 嗯 哥安哥 咱们能帮帮许团吗 我认为是 你挺好的判官 谢谢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我等你去 好嘞 喂 喂 喂 大胆声我听不见你说话 我上班录着你不在吵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你身上忙怎么样了 伴着呢 明天还得跑市政厅 什么银行保险公司 一堆衙麦呢 嗯 累不累 还行吧 有点 你要累的话你赶紧睡 我还给你打电话就怕你早时差 赶紧睡吧 行啊 嗯 拜拜 快去吧 不用想睡了 等一下 收复 请客观手指 站站 梁姐 门口站的人是找谁的呀 不知道 要不然你去问问 看着不像好人 你怎么还喝咖啡呀 怀孕这种东西少喝 我给人小朵袋的 小朵来了呀 朵 灰姐 杨姐 跟你说啊 那人是谁呀 谁都不是 找错地儿了 讨厌 你们俩是有事儿瞒我 杨姐 你有事儿瞒我吗 小朵 你这样我压力有点大 压力大找总编 有困难找领导 给我买咖啡啦 真是太好了 昨天熬夜来着 正好挺低沉 这好挺低沉 这太好了 这太好了 我昨天熬夜来着 哎 烫 热吧 热点好 热点好 干嘛熬夜呀 那个 徐天去太远了 然后我们两个 昨天晚上打电话来着 以后别打太晚了 上次检查 他有点排异 要睡眠不足的话 会影响供选 我 我也挺后悔的 行 打电话 咱们 来 算rar 打电话 比赛 些慈只 有点 打电话 没 照料 去 social 来 对 打电话 我 我给我没听别的 是 杨志军 怎么又没有你的消息了 我是说 又打不通你的电话 邮件里的你 让我觉得不真实 我尽力让自己 不去想不好的事情 没有理由电话总是不同 前天我们通电话 你是说去了加拿大 但跟你心上说的不是一天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如果我们以后要共同生活 再难的事也能一起承担 钱可以重新挣 而且不需要太多钱 美国那么遥远 我总是忍不住想 明天或者后天 是不是连你的邮件都没有了 你就像进了一团愁密遥远的云 有时出现 有时消失 我担心这团云消散的时候 你也会消失不见 我这几天真是忙疯了 睡觉想的都是房子的手续 市政厅 法院 银行 跑了十多档 快有结果了 我保证不会消失 随便那团云散了 变成雨 变成风 我都在 既然来了 主要有个结果 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我比谁都想过北京 美国简直不是人带 好山好水好无聊 蓝天白云大白雪 白得雄本气短 你想我吗 我想你 那为什么不打电话 打电话就不能说我想你了 为什么 有心理障碍 这有什么障碍 你又不是没说过 我要听你说 我想你 特别想 想跟你过剩下的日子 天知道还有多少日子 一辈子说没就没了 还很长呢 快点回来 感谢观看 回去也干不回事呢 说不上话见不上面 还不如写信临行 我想回去又不想回去 回去能看见你 不回去天天看你的心 你是谁 你是谁 我祝你好几天了 你在这儿到底要等谁啊 跟你没关系 编制民跟徐天认识吗 你是谁啊 梁晓慧 你就是梁晓慧 对 编制君欠我们钱 没关之前我在这里看着你 编制君在美国呢 对 没关前哪都走不了 哪都去不了啊 跟外边能联系吗 不能 徐天认识吗 他把编制君的事情 都懒了过去 怎么懒他 管那些呢 反正不还钱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流氓 慧姐 小董 怎么回事啊 什 什么事啊 你得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都跟你说了 他都跟你说了 小阿多 你说不说 编制君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房子的事 欠了他们一笔钱 然后一时半会儿就还不上 就 他们就到北京来 然后找你还债来了 那个 当时我在呢 然后徐天认说 因为你怀孕了 不让我们告诉你 就让我冒名顶替 成你 所以这两天就是来 懂我的 徐天也在美国呢 没有 那人跟我说 徐天把编制君的事 都懒下来了 懒了 在哪懒的 太 太原 他在太原 揽美国的事 可以发邮件 然后还可以发短信 然后打电话 对了 还有小白姐 然后他联系了小白姐 小白姐在博士多了 小白电话给我 姐 我手机在楼上 没拿下了 行 姐 你在哪里 回去也那么回事 说不上话见不上面 还不如写信离你去 我想回去又不想回去 回去能看见你 不回去 天天看你的心 来 喂 完了完了完了 炸了 扛不住了 怎么了 慧气怀疑你现在在美国 不能说啊 打死都不能说 我知道啊 可我扛不住啊 还没多大事 昨晚上那脑子跟酱污似的 写信写错 什么信啊 我这一直以憋日君的口气 也给小伙儿写信 这儿君不是在里边吗 通不了话 这邮件再要不通 那小伙儿还不得疯啊 说了心里话了吧 你写什么了 就说我不想回去了 那你就不回来了 哪能啊 还得回啊 按原计划吗 这早上事儿为我办得顺的话 下午费机回 那要是不顺呢 差不多了 心里有数 那是什么 你把你给慧气写的信 给我看看呗 看他干吗呀 你就让我看看呗 或者要是问的话 我也能接得上 那问你信的事了 什么都问 等不住 这也没写什么 就说呀 不太想回去了 反正回去也见不着他 还不如天天在这儿 能看着他写的信 全写上了 写是我写的 话是编织编说的 徐天 你没救了 你这个大笨蛋 没心没肺的东西 你大把年纪了还教育我呢 自己都没活明白 你还有资格教育谁啊 你不是喜欢写信吗 接着写啊 把自己写没了写消失了 那你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这样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没有人惦记你了 也没有人理你了 心疼 我是不会再理你了 心疼 你太笨了 太举心了 我没想起来 你是怕了登带 怕了孤独 怕了不再无 怕冲伸的心跳 一直听不清楚 熟悉的梦 远远近处 爱到执迷不顾 我想挣脱 我想来给你 我想来给你 我想爱着 我想深刻 我想你是我 这位老师 这位老师 欢迎认识 法兰克家族的律师 资料他都看过了 一会咱们一块去见福建人 保释也办妥了 这边先生 中部能出来吗 是 能够 那离境呢 都会在谈谈谈谈谈谈谈 好的 行 踏实一半了 你脸色挺难看的 脸色不好吗 早上起来没洗脸 身体好吗 行吗 吃得好 睡得香 没问题 电话一直在响 快接吧 杨晓慧吧 不能接 我说你这人病名泱泱的 这桃花运还挺旺啊 一会儿跟人谈事的时候 手机就不带了 谁电话都不接翻 关机不就得了 关机不行 像什么一样 好 好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请您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回去也那么回事 说不上话见不上面 还不如写信离你去 我想回去又不想回去 回去能看见你 不回去天天看你的心 您干准你 您就带到了 我们家的城市 Safe 要呸 你还得和不 minced的人 如果您 profit 通知 快 接电话吧 都打疯了 联小慧的 我接了 人家去州立监狱 办妥了 知道这 他们很高兴 跟陈苏的提供 我飞机是下午了 时间应该来得及 你帮着编程军也订一张票 他 他能走吗 能 我把咱们房子抵押给福建人 要不也不能这么快就让他回国 我算过了 编程军那房处理以后 还能剩下几十万 咱们那房子就值一百多万 徐天 爸 你这辈子就接了一次啊 话 话里说咱俩一个最亲 你对我都没这么仗义过 没办法 小白 我这颗心脏里 天然就装着梁晓慧 来之前我也是刚知道 你得我身体里这颗心脏 是梁晓慧前夫的 出来换到晚得还 оль x x 打了十多个电话了 我是没敢接 这么回事 我给他写了十六封信 他回了二十封 最后一封没控制住 犯糊涂 我这么写的 回北京也就那么回事 听不见他说话 见不着他人 还不如写信感觉离得近 还不如在美国 天天能看着他写的信 倒是这是我的心里话 但你现在得把它圆成是你的 不用了吧 你爱梁小慧吗 想跟他在一起吗 当然了 就这扛住 记住 那十六封信 都是为你写的 那信上说那话都是你说的 你要是接不住 那这事就变味了 害了他也害了你自己 您那幸福没满 这不刚开始吗 过个十年八年呢 我在那这话当笑话家伙 啊 成 还有啊 我不在美国 我在山西 多就是打电话 拖小白帮点小忙 这事就要打电话 这按照你电话 我挂了我了 你赶紧给他打吧 小慧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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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 打电话 你赶紧给你俩 提问了 我看你俩 给你拖了 我去打电话 我这些店 这些店 这个人伏击够大呗 行了 我就不进去吧 送你到这儿 谢谢 你身体行吗 没问题 头脱汤睡一觉 倒了 啥事没有 抱抱 这你都是别人媳妇的 不合适吧 行了吧 这老外俩见第一面 就搂搂抱抱的 得行劲了 许天爷 护照给我 我先换票 好了 拜拜 拜拜 来吧 站着发个便宜 这趟谢谢了啊 也替我谢谢弗兰克 行了 他不用去 对了 再给你 钥匙 干嘛 你留着帮 你万一要卖了 或是抵押出去拿出 抵押出去我得实贵了 革命老区不能卖 这趟折抖我那一半 也都补给编士军了 这房子没我什么事 留个念一下 行 留着 那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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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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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进去吧 你先进 我头等经济咱俩不是一注 我理解你心情 我也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让人帮这么大一忙 从牢里把你给捞着 要帮你把房子卖了还没设多少 回去以后友情和忠诚卷 特别想感谢 但是不知道怎么感谢对了 对 我不喜欢欠人情 但特别喜欢人情 我欠你呢 别错了哥哥 如果不是梁晓芬爱你 我也不会帮你 如果我这心不是胡小光 这梁晓芬爱爱谁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 实际上我是在帮我自己的 刚跟你开玩笑的 你跟小慧啊不欠我什么 咱俩亲了 咱俩能成哥吗 厂多了 我帮你拿东西 走 不用 你先进去 我打个电话 给我妈打个电话 先把她稳住 还得给小佐打个电话 让她来机场接我 对了 有人接你了 小慧来接你 姐 她等到了北京 你们俩先走 走了以后我再出来 那我进去了 喂 儿子 大晚上什么事 妈 没事 打个电话试试 还以为你睡了 睡什么呀我这 就剩一人了 我这睡不着 我说把这屋给改改样 换换风水 妈 你说 这大半夜了 那楼下邻居不得跟你提啊 你那边怎么那么乱呢 你在哪儿呢 你不是在太原呢吗 在太原呢 这楼底装胸 找了睡不着 这可不行 你这身体 这都 这么晚了还不睡点儿行啊 妈 我怎么觉着我这颗心不能要啊 怎么了 欠太多张了 想欠的不想欠的 都往心里码了 你欠谁的 你小伙儿 小白 小朵 狗屁 是吧 您赶紧点点我 您尊实会 他们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啊 那不就完了吗 那你就谁的都不欠 你这还欠儿欠儿的 欠谁的呀 我跟你说 你觉着你欠他们的 就说明你还爱着他们呢 都爱 能都爱吗 这每个人 谁在你心里几斤几两 你能不知道 是不是 我跟你说这缘分哪 说不清楚 就你走那头一天 小黄给我打了一挂 他跟我说 我这命令注定 就那老梁 就是我的老伴 喝点把我吓 都跟你说我这两天 这心脏扑隆扑隆的 我出门就不敢奔男去 喂 喂 你听着呢吗 睡着了 Joo 快捅上你了 小黄将军 请请第您电子设备 几号安全带 谢谢 你 你 请几号安全带 知道了 城务长 城务长 刚接到通知 头等舱有一位乘客 因为心脏病无法登机了 我们可以起飞了 好 知道了 先生 先生 女士们 先生们 飞机马上起飞 请您回到您的座位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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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可以往那边走 我没看见我朋友登机 先生 先生 我们已经核实过旅客人数了 我们的朋友没登机 先生 您不能进来 先生 您回去 先生 我们已经核实过旅客人数了 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人叫徐天 他是头等舱的 你们确认了吗 我们刚刚接到地面通知 徐天因为心脏原因 不能登机了 请您马上回到座位 我现在能下去吗 请您回到您自己的座位上 先生 请您回去 先生 请您回去 先生 请您回去 说明 removes 有空的 仙间 有空的 有 Say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慧 信是徐天写的 我是他弄回来的 他还在美国 没回来呢 原来是你 你的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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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你都算不清楚 有行李吧 住家里呀 房子我第二天就数回来了 我现在是大款了 你等等 你醒了 你离我太近了 软点 你命够大的 好歹抢救过来了 这回和她是活着 这回和她是活着